这一讲介绍一个计算几何中的应用 平面点击的凸包 我们先看看问题 有一个离散的点的几何Q在平面上 求一个最小的凸的多边形 使得Q中的点都在这个多边形内部或者在它的边上 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例子 这里边是一些个平面上的点 最后做的这个凸多边形就是这个蓝颜色的这个多边形 我们希望找到这样一个多边形把这些个点能够包起来 它就叫做这个点击的凸包 这个问题是在什么地方用呢 可以用在图形处理中形状的识别 字形的识别 还有碰撞的检测等等 这是一个计算几何的问题 下面我们看有什么样的算法 这是一个分质的算法 分质的算法怎么做呢 这是重坐标最大的那个点 这个是重坐标最小的那个点 把这两个点连起来构成一条线段D 通过D把这个平面的点击分成两部分 这个是左边这个点击 这是右边这个点击 就是左半个平面和右半个平面 这样做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以这条边作为一个边界 在左边这个平面形成一个击包 然后以这条边作为边界 在右半个平面 这些个点也形成一个击包 由于这个是重坐标最大 这个重坐标最小 所以当你这两边形成击包以后 整个的多边形也是一个击包的结构 这是算法的设计思想 下面我们看一下 在左半个平面的处理过程 假如这是那条D那条线 然后通过它呢 就这是左半个平面 左半个平面构成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左半个平面 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就是形成以它为边的一个击包 首先我们先找距离这条线最远的点 就是这个点P 找到这个点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P和这个线段的 这两个端点连起来构成一个三角形 当然有一些个点 可能进入这个三角形内部了 进入的它就删除了 不再管了 然后我们就这条边叫做A 这条边叫做B 那么下边的工作就是把A和它外面的点 看作一个子问题 接着以A为边 再来形成这边的击包 另外一个是以B看作一个子问题 接着形成以这条边和这些点构成的击包 当这两个击包 就是这两块面积的击包形成以后 那就是 这个左半个平面的这个击包就可以构成了 这是它的 呃 划分 呃 成子问题的这个划分过程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维码 这个维码的第一步是以D和距离D最远的点P构成一个三角形 把这个P点加入击包 另外两条边 记作A和B 然后 检查 在这个平面中 其他的点是不是在三角形内部 再的话就删除 否则 就根据 它是在A的外侧 还是在B的外侧 分别划分在 两个更小的子问题里面 然后D规的处理 以A做边的这个子问题 和以B做边的这个子问题 这是算法的维码 下面我们看一下算法的分析 初始的时候用D来划分 这个需要ON的时间 因为平面上总共有N个点 然后我们看到D规调用 如果D规调用的时候 这个工作量叫做WN的时候 你要找这个突包的顶点P 这个需要ON的时间 我要找距离这条线D 最远的那个点 这个需要ON的时间 然后根据这个点的位置 来划分子问题 我们要考察每一个点 看看它是落到三角形内部 还是在A的边界 还是在B的边界 这个需要ON的时间 那么整个的工作量呢 在最坏的情况下 可能会呈现这样的方程 因为我们的线画完了以后 它两边的点数可能差距非常大 也许一边没有点 因为一边是N减一个点 这个情况下呢 它的工作量就会呈现这样的方程 这是最坏情况的结果 那这个方程的解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N平方量级的算法 这个N平方量级的算法 再加上初始的这个 用D的划分 整个的算法还是N平方的 有更好的算法 这个Graham的扫描算法呢 可以得到N落根 比这个算法要好 下面我们把分质算法小结一下 分质算法呢 它是有这样的基本思想 先把原问题归结为子问题 在子问题归结的时候 注意直接划分要尽量的均衡 就是在原始输入上划分的时候 尽量的均衡 还有就是可以通过计算 来归结成特殊的子问题 比如说通过跟某个元素的比较来划分 这某个元素也可能是 经过特殊选择得到的元素 这是划分的归结方法 那么子问题和原问题呢 要保证具有相同的性质 这样可以递归来计算 子问题之间呢 一定是彼此独立的 这是在规约过程中 应该注意的事情 算法的实现呢 可以有不同的实现版本 可以递归实现 也可以迭代实现 要注意递归执行的边界 当问题规模足够小的时候 直接计算 要给出这个足够小的规模的计算方法 分阵算法的分析 它的时间复杂度分析 是通过地推方程 列出有关时间复杂度的地推方程和出值 就是你把原问题归约成子问题 原问题的工作量应该等于 所有子问题的工作量之和 加上归约和综合解的工作量就可以了 那么求解了这个方程以后呢 这时间复杂度就出来了 为了提高这个算法的效率 我们来有一些个途径 这些个途径呢 一个是减少子问题的个数 这样的话可以把那个N的指数降下来 有可能会降低算法的复杂度 另外一个就是预处理 通过预处理 把地归部内部的一些工作 尽量提到地归部外面 这个时候当每次地归的工作量减少了以后 总的工作量也会减少 有两个可能的途径 最后我们介绍了一些重要的分质算法 包括检索算法 二分检索 排序的算法 包括快速排序 二分归并排序 都是分质算法 选择算法 我们介绍了 选最大 最大最小 第二大 一直到选DK小 一般性的选择算法 这有些个算法 都是分质的算法 在它的应用部分 有两个重要的应用 一个是在信号处理中的 快速复列变换的FFT算法 这是一个分质的算法 它利用多项式球值的分质算法 设计了一个快速的复列变换算法 另外一个计算几何中的应用 就是平面点击的凸包 这也是一个分质的算法 这一章主要介绍的 就是上面的内容 我们一共介绍了一些 重要的分质算法 通过这些个算法 大家来掌握 怎么样用分质的策略 来设计算法和改进算法 没有质转的